本届智力挑战赛的冠军赛商 他就是 小白 小白赢了 小白住手 为什么会知道那么多的知识呢 只要多问为什么 就能收获很多知识 原来是这样 我的纸飞机飞得好远啊 纸飞机为什么会飞呢 因为它有翅膀 你说的很有道理 团子 你为什么会有黑眼圈啊 因为我是熊猫啊 原来多问为什么 真的能收获很多知识呢 团子 我还有好多问题想问你 花花龙 这么晚了 你怎么还没睡呀 因为我有问题想问你 好你问吧 问完了要赶紧去睡觉哦 可是该想问哪一个呢 天上为什么会出现彩虹 还是问天上为什么会有云朵 还是问 有了 马团上为什么会有芝麻呢 嗯 嗯 爷爷 嗯 嗯 哎 我还是先把问题记下来 明天去问梅花鹿老师吧 嗯 老师 老师 怎么了 乖乖龙 老师 我有好多问题想问你 可以 你问吧 这是我准备的问题测 二十万个为什么 马团上为什么会有芝麻呢 饿的时候 肚子为什么会咕咕掉 睡觉的时候 团子为什么会说梦话 天上为什么会有云朵 为什么会有星星 你停了 天上为什么会出现彩虹 都是因为我 梅花路老师才会变成这样 我以后再也不问为什么了 喜欢问为什么是没有错的 但是啊 当你发现问题的时候 可以先尝试自己去寻找答案 如果解决不了 再去找别人寻求帮助 这些问题我会先去自己寻找答案的 表达小舞台 嗨 小朋友 很高兴又见到你了 刚刚我们学会了一个好方法 它可以让我们懂得很多知识 你知道是什么方法吗 对了 就是多观察 多提问 你可以问 你可以问和天空有关的问题 和植物有关的问题 还可以问和小动物有关的问题哦 如果你想让别人又快又清楚地知道 你的问题是什么 就可以用为什么会的句式来提问哦 比如你看到我有一对黑黑的眼圈 觉得很好奇 就可以问 熊猫为什么会有黑眼圈 小朋友 如果你想知道 熊猫有黑眼圈的原因 可以怎样提问呢 熊猫为什么是毛茸茸的 熊猫为什么会有黑眼圈 太棒了 刚刚呱呱龙也用 为什么会的句式提出了很多的问题 比如纸飞机为什么会飞 天上为什么会有云朵 雨后天空中为什么会出现彩虹 嘿嘿 这么多的问题 把梅花鹿老师都问晕了 不过爷爷告诉我们 想要懂得更多知识 除了会问问题 还要学会自己去寻找答案哦